以下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聲匯網立場無關 我們身處在這個世界 並非你們肉眼所見這麼公平 似乎表面上有充足的選擇 但實際上背後已經精心插畫 充滿陰謀和計劃的這個世界 現在讓我們和你去揭露陰謀背後 大家好,歡迎來到陰謀背後的第五季第三集 又有我們的拍檔阿金阿九和我是Adam 我是阿金 我是阿九 好? 好悶啊 你可不可以你們兩個呢 怎樣? 說一些新的東西 我是阿金 我是阿九 我是阿美女阿九 行不行? 探飾 大家 有沒有搞錯? OK的 你說而已沒有所謂 我一向都自我感覺良好的 OK 那繼續良好 好,歡迎大家 今天我們要講的話題 輕鬆一點 輕鬆以外的話 都有一些很不開心的事 就是因為金融界 這兩個月裡面 一月和二月都發生一些很不開心的事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自殺案 其實就跟一些金融 或者一些財金的機構 銀行 甚至德國 阿金廷 其實很多的關聯 甚至泰國都有 今集我們一一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究竟我們的資料 為什麼這兩個月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很多人都有說 來來去去 每一年其實都有很多的自殺案 為什麼無端端我們一定要特意 是不是阿金 我們要開一集 其實我們本來這個星期 就不是講這個題目的 現在就順延到要下星期才講那個題目 那為什麼會插這一集進來呢 就因為我發覺我和阿金阿九 看一些資料 越看越不對勁 為什麼這麼說 真的有很多的蛛絲馬跡 令到我們覺得 這一幫人不是自殺 很多疑點在 對 非常之多疑點 所以今集我們一一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們的研究 我們看到這一件事 覺得不是那麼正常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的自殺 當然如果有一些壓力的話 可能有機會真的個別的個案是真的會自殺的 但是會不會兩個月裡面 現在我看一下都有一整十一單 當然十一單不一定是一個投行的自殺案 不是說JPM 其實有一些就是Dutch Bank 阿金應該有些資料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Dutch Bank的東西 或者甚至乎有一些 美國政府的要員 其實都是牽涉在內的 我想說之前 可不可以我兩個拍檔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除了是JPM以外的話 或者其他的投行也好 甚至乎美國的銀行 多不多這些同類型的自殺個案發生 其實這半年 甚至乎一年裡面 你們兩位怎麼看 如果你說很大件事 引起到人的注意 真是今次的事件 因為現在說的是 一月和二月份兩個月 就出現了很多案件 是啊 太密集了 因為它出現了 連香港也有一單 早兩天而已 是啊 所以其實 都令人惋惜的 因為給人的感覺 做投行是怎樣的 新高良準的 如果是上面那班的話 譬如是VP 或者一些部門的主管 甚至乎是一些FX trade的部門 英文叫做good money 一個很好的收入 好了 為什麼會引發到我 找一集去講JPM這件事 話說 待會我兩位拍檔 都會慢慢跟大家分析 我先說一下 原來不謀異合 就是1月23日今年和28日 有一個動作 JPM 就是什麼呢 它兩天之內 原來提取了44% 它的黃金總存量 每次提取了321,500盎司的黃金 總共是64萬3千盎司 就等於20公噸的黃金 知道嗎 阿狗 不知道 我想多到零宅死我了 我覺得可以 4億美金 哦 即是30幾億港元 但很奇怪 這兩天 它們突出了這些黃金 原來 德國 就在美國的聯儲局 就儲存了一些黃金 現在它想拿回黃金出來的話 不是等於它儲存的黃金 即是換句話 美國是比少了它 還有一些外電報道 就說 我想 第四節 我和Andy會 會把一部分 是一個bonus track 來的 會慢慢跟大家交代 原來 你也知道 黃金有number 他給回德國 那時候 那些金條的 number 就是全的 number 是完全不同的 他以為騙到別人 是的 德國人就在那裡對 他給回德國 那時候就對 咦 為什麼那些 number 跟我給你的時候 那些 number 完全是兩回事 有人就說 其實他早早給美國的黃金 其實已經花了 花了 先花了 應該 如果不是的話 都物歸原住 不會完全不同的 number 話說 這一批黃金 原來 美國在市場上 賣回來 然後給德國 其實 德國 德國的央行 在今年的一月 很高調地宣佈 要在2020年之前 拿回全部 放在美聯儲的黃金 是啊 沒錯 說他一直以來 都問美聯儲拿 但是 每次都拿不齊 追了很久的數 那些陰謀倫者 他是指 就是猜測 就是 說美聯儲 其實拿了 每一個國家擺到的黃金 去支援 一些 black budget 的 project 沒錯 因為大家清楚 black budget 是什麼 你知道美國 是不是有錢的國家 當然不是 但是要擺大頭 又是 又要 black budget 你也知道 前一陣子 軍備的預算案 他永遠都是全球第一 你想想 這麼窮的國家 軍事的 budget 還要排第一 你可想而知 他的錢從哪裡來 拿人家 當然拿 頂著雞頭 很多誠語 暗度塵倉 就是這樣 沒錯 就是這樣 洗著先 洗著人家的浸 所以我覺得 在這件事裏 只不過是小小的插曲 小小的序幕 更加離奇的一件事 就是 在這個阿根廷首都 布爾諾斯艾利斯 有一間公司 叫鐵山 Iron Mountain 這間公司 就不是銀行 就是 專門做一些 資料的儲存 以及一些 錄影的東西 但是 剛巧都這麼巧 那天 就是阿根廷政府 要公佈 限制銀行的 國際回率的比例 同一天 就發生大火 真是搞笑 你怎麼看阿根 其實 加上那天 是 阿根廷的中央銀行儲備 數字是受到公眾質疑 原來是一直以來 都受到公眾質疑 那變了 會不會當中有些原因 而這些原因 又被人放了 這些資料庫 所以要消毀證據 是啊 阿根 我覺得 因為消毀證據 絕對一定是 這次 這兩個月 這麼多的自殺個案 我覺得就是在黃金也好 或者在油方面 甚至乎是牽涉 德國和阿根廷 一些所謂的洗黑錢的活動 你覺得怎麼看阿根 其實呢 很多單 1月2月出了很多單 但是很多單一公佈之後 警方都說沒有可疑 是自殺的個案 為什麼會這麼快就斷定自殺呢 我又找了一些資料 原來在歷史上來說 銀行家被認為最有可能自殺 如果銀行家一死 一定是自殺的 為什麼呢 原來有典故 因為在1929年 股市崩盤有關的圖 當時呢 1929年那個年代 有1616間銀行倒閉了 有2萬多個企業就破產 那個年代就爆發了 很多銀行家去自殺 其中呢 又有些是金融界的巨子 所以引申到今時今日呢 那些銀行家一死 就會被人覺得是自殺死的 就跟這個金融有關 我明白你說什麼了 那這件事呢 其實應該是有史以來呢 就是通貨膨脹最厲害那一次 那就令到那些紙幣 就完全變了廢紙 我想 講回一點點 一些他們的財技 你知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聽過叫什麼 Berry Trade 你有沒有聽過 Berry Trade Berry Trade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日大量的熱錢 流入去一個市場上 令到市場的貨幣 一段時間裏面 彭彭聲升值 就像現在人民幣那樣 但是當它升值了之後呢 也都同一時間 它彭彭聲去抽走這些資金 那會怎樣啊 嘩 沒有了錢 倒閉了是不是 那就變了 即他們的貨幣 全部變了廢紙 就是貶值 這個叫Berry Trade 其實呢 在現在的情況下 就是說呢 有很多的所謂的發展中的國家呢 都是陷入了這個階段的 但是呢 這個呢 不是被那麼多人 是看到 或者是察覺得到 有一件這樣的事發生 例如好像 譬如現在的一些 金融不是那麼穩健的 一些國家 例如是土耳其 巴西 南非 甚至乎印度 這些國家呢 其實呢 都是有這些問題出現的 通常這些都會是第三世界國家 因為他們的貨幣能力很低 變了很多時候 他們借了這些歐美 或者這些大國的錢 他們沒有辦法去還 沒錯 變了這些大國呢 就提出了一個叫 債務解決方案的協議 那呢 就告訴他們 美其明呢 就幫他們解決這個債務上的問題 但是其實呢 就要削減 即是要他們的國家 削減這些國家的開支 提高的稅收 令到呢 即是繼而令到這些國家 第三世界國家的貨幣去貶值 這樣這些大國就有好處了 沒錯 這一件事呢 我可以肯定呢 為什麼我時常說可以肯定呢 有些人都質疑我 為Adama 你開節目呢 每一次都是說可以肯定的 事實是勝於紅便的 因為我們說了 每一件事都是事實的話 那當然當然我們要肯定的 是吧 剛才我都說過了 有十幾單 即是列出一點點的 讓聽眾知道 今年 即是由一月至二月 什麼事發生 莫過於 就是一月的十一號 2014年今年 有一個人叫做David Bird 55歲的 其實呢 他是一個非常之資深 在Wall Street Journal 去報導一些金融 一些財經的消息 但是呢 在這個2014年 一月的十一號呢 在他的新澤西州的家裡 出了門口之後呢 就直接消失了 完全是被消失了 那這個呢 其實呢 已經是他們警方 已經開始調查中了 第二件事呢 就是一月的二十六號 2014年 一個叫Tim Dickinson的人 原來這一個呢 是瑞士銀行的一個 director 但是呢 他是在英國工作的 那他那個死亡的報告 有一個呢 就叫做William Brooksmit 58歲的 就在Dodge Bank 事後呢 他訪問了他太太的 他太太呢 就說呢 基本上他老公呢 就是沒有可能會是自殺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呢 就直接在他屋裡 就是吊頸自殺的 那一間我們呢 會慢慢跟大家說呢 為什麼會死呢 OK 去到2014年的1月27號 有一間公司叫做Tata Motors 我想Tata Motors 就大家都清楚了 一間非常之出名的 印度的一間的汽車公司 那個MD account 也是51歲 就是在這個Bangkok 他去這個Thai Capital開會之前呢 是在他的22樓那個房間 在Shangari La 在香格里拉酒店 在Bangkok 被人發現呢 他就倒餓在房間裡 這個呢 又說可能他是自殺的 這個沒有說定的 那還有一個呢 是 都出名了 就是在1月的28號 2014年 這個真是慘 39歲而已 就是Gabriel Maggi 在他的倫敦的Head Quarters 就是在JPM的倫敦的總公司 在這裏呢 就跳樓身亡的 這件事呢 我都發覺到呢 都幾恐怖的 等一下會慢慢和大家說 繼續吧 2014年的1月29號 這個Mike Duker 2月3號 有一個叫Ryan Henry Klain 又是JPM的員工 還有是2月6號 Richard Tolley 這個呢 我會慢慢說 因為是關於一間公司 叫Blackstone 黑石的公司 那這個人呢 就不是JPM的員工來的 但是呢 旗下的公司呢 全部呢 都是關於一些房地產的保險的 這個叫Richard Tolley 這樣 我們慢慢去說 阿金 你覺得呢 這麼多單 那單最匪夷所思是哪一單 你覺得 當然是Gabriel那單 因為這單很多疑點 Gabriel那單 我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呢 其實呢 他在JPM呢 做Technology 是嗎 是啊 這個人呢 他本身呢 1月28號 有些 其實我看回有些 就寫1月27 那我想是時差的問題 那就是說 他是技術首席人員 來的 兼甲是副總裁 那他其實呢 他其實呢 在這間公司裏面 即是JPMorgan 這間公司 是一個頗關鍵的人物 是啊 應該我也想說一點 那一開始 那個新聞報導 就說 他寫一無可疑 但是呢 去到2月初的時候 警察呢 就對事件進行了一個很緊張的調查 是 因為呢 他的死呢 實在有很多疑點出現了 那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那我逐個疑點和你們說 那阿九你又可以插下罪 那首先呢 那這個人呢 那他就是 被人說他是跳樓 嗯 就在這個JPM的總部 33樓跳下來 33樓跳下來 就跌了在9樓的平台 那裡這樣 那呢 但是呢 那問題是呢 原來呢 那9樓的平台呢 有些員工呢 去告訴那些記者 原來在8樓呢 是可以有條樓梯 直接去到9樓的平台 嗯 還有呢 最匪夷所思的事呢 但是也是唯一可靠的事實 但是主流傳媒反而沒有什麼報導 就是呢 在Morgan工作的其他同事呢 其實在當日呢 因為報道就是當日8點02分發現了屍體 沒錯 但是呢 原來呢 有人呢 沒有人證明到 那個男子 即是Gabriel 是先上過33樓先 嗯 但是據消息稱呢 這個天台的保安是很嚴密的 嗯 而且呢 天台呢 很多地方都擺了很大型的機器啊 嗯 就用來做散熱的用途 那如果你一個人呢 要走上天台 首先你要過保安的關 你還要跨過很多的大型機器 你才可以去到天台的邊緣那裡跳樓 嗯 這個舉動其實當中應該會有人發現到的 但是看到這裡我又想起南海二那次那件事 其實都很相似 為什麼會上到天台這麼容易上到 而且可以跨過了一些機器這樣跳下來呢 嗯 原來呢 有些民間的調查員又去查 拿回這座建築物的構圖出來看 嗯 原來呢又真的發現呢 他天台的機器佔了的空間都幾多 嗯 所以呢 不會說這麼容易一個人走都上天台 還可以走到過去跳樓 這個匪夷所思 那還有一件事呢 原來當日呢 Gabriel呢 是呢 即是向她的女朋友呢 發了一個email 發了一個email給她的女朋友 就說自己差不多下班了 那就很快會見到她 差不多下班 對啦 很sweet的說得 那這個email就1月27日發出給她的女朋友 那就是說 其實她沒有想著要跳樓的 嗯 她都email了給女朋友 我現在來見你了 那為什麼還要跳樓呢 那後來呢 她女朋友呢 為什麼那一怪呢 就是因為收完這個email之後呢 再沒有消息 又見不到那個男朋友 於是呢 就可能找了朋友 就問Gabriel的消息去了哪裡 那直至到黃昏時份 都見不到那個男朋友出現 那就到第二天八點鐘 就被人發現了 睡在九樓的平台那裡 嗯 那這件事呢 我覺得收到email 這個真是最匪夷所思 因為證實到她基本上 就沒有可能自殺 不會說因為工作壓力 或者什麼原因 而要跳樓死 嗯 你覺得是不是阿九 我反而呢 又再陰謀論一點 會不會其實是做些 不在場證據之旅 就是令到別人以為她那一刻還在山呢 因為聽你這樣說 其實呢 她跳那一刻呢 沒有人看到的嘛 嗯 又是不知為什麼可以走上天台那裡 接著 咦 到第二天才發現 睡了在那個平台那裡 就是由晚上到第二天 那個時間都挺長的 其實我有點這樣的疑惑 你這樣說呢 就還有一樣東西 你又可以想想 原來呢 倫敦星期日時報的副商業編輯 很斷然地告訴傳媒 其實Gabriel的屍體 在早上八點之前呢 已經是睡了在九樓的平台好幾個小時 只不過那些人八點零二分的時候 回到工 看出窗口才發現她 這個我也想補充的 就是原來呢 有記者呢 也要檢查一些記錄 就是說呢 她的Ambulance 就是這個白車呢 是八點零二分才收到一個Call 就用了幾分鐘的時間到達現場 而他們都是用了直升機 也都用了一對的救護人員 才上去 那個問題就好像阿金說的 就是為什麼整四個多小時才被人發現呢 還要是去到之後呢 其實醫護人員已經說了 這個人已經是失救致死的了 還有呢 最緊要剛才阿金也有說過 這個人是負責什麼的 是負責科技的部門 其實呢 在他的手上呢 是負責一些很重要的軟件 有些人呢 就在這裡說 就是說呢 原來呢 有關於一個叫做 High Frequency Trading 這件事的 或者我講回 什麼叫做High Frequency Trading 簡稱呢 叫做HFT 那其實呢 原來呢 是用一些科技方面 或者電腦方面呢 是用高速的情況呢 去做一些負責安全 一些負責的買賣的 那就是換句話是什麼呢 換句話呢 就是說呢 現在呢 在美國也好 甚至乎EU 就是這個 EU 在歐盟也好 已經是說 其實是想停用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用High Frequency Trading的話呢 你用那麽高的科技 那麽高的軟件 和那麽高的電腦的話呢 你買盤賣盤的話呢 就跟其他人不公平了 你明白嗎 就是你買賣 你比人更快 那現在EU 就做了一個方案出來 就是說 叫這群人 你們不要再用 這些High Frequency Trading 這件事 其實現在正在討論著 亦都是想去制定一些法案 去控制這件事 有些人就在想 咦 會不會因為涉及這個HFT 這件事呢 令到這一個人 即是Gabriel 含入這個殺身之禍呢 這個亦都有人說的 亦都有一個說法呢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2012年 其實JP Morgan 有兩個職員 是涉及了一宗 很大型的交易損失 就是去隱瞞了這個交易損失 這個案件 最後起訴了 但是當時 原來參議院調查小組 就去問口供 問這兩個人的口供 但是他們就不太合作 給不到什麼實質的資料 於是參議委員會 就有一份三百頁的調查報告 裡面就寫到 其實當時的調查小組 因為拿不到實質證據 因為疑犯 他給不到一些實質的證據 於是小組就要借助銀行裡面的一些調查小組去查 查的內容是什麼呢 就會是當時關鍵人物的資訊 包括E-mail 包括他們的電話錄音 即時通訊 即時通訊 內部文件 演講的 而有人假設 會不會 Gabriel是掌握到部分這些資料 所以惹了殺身之禍 其實當時也有些人去問警方 拿到警方 倫敦警方當時 Gabriel死之後 即時出的新聞稿 那些背景的東西 大概都是說 他1月1日幾時幾分 發現這個屍體在哪裡 但是有一句 我看上去都幾吸引 他說警方的新聞稿 竟然有一句 We believe we load the identity of the case 即其實警察 基本上就收到通知之後 知道有人躺在九樓平台 已經是believe自己 知道那個人的identity 這個我覺得又有些玄機 為什麼警方這麼快發稿 是說we believe we load the identity of the case 所以這件事很奇怪 我們聰明的聽眾慢慢去想一下 四個小時才發現屍體 這是第一 第二 剛才阿金說的 金茂茂然已經說了 他不是被殺的 他自殺的 你明白嗎 又沒有去否施 又沒有去檢查 又沒有任何的一些步驟 的話 茂茂然就對外公佈這件事 究竟是否真的被人去謀殺 你們可以去想一下 這件事 真的疑點重重 大家都不用再懷疑 這件事真的有很多疑點 這是其中的一件事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一件被自殺案 就是剛才我都說過的 就是做什麼 就是做房地產的保險 那個人就叫Richard Tolley Richard Tolley的人 死亡也有很多很多疑點 待會第二節回來 會跟大家慢慢去分享 這幾宗所謂的疑點自殺 我們可不可以說疑點自殺案 實在是太匪夷所思 那些人真的當我們傻傻的 我覺得Tolly有些恐怖 我想起死神來了其中的一幕 很噁心 真的不是開玩笑 怎麼噁心呢 第一節我們差不多時間了 我們喝一口水 休息一休息 讓我們平復一下心情 第二節再跟大家講過 這些被懷疑的自殺案 稍後回來見 充滿陰謀和計劃的這個世界 現在 讓我們和你去揭露 陰謀背後 好 又回來第二節了 剛才有說過一些被自殺案 我們說了一個案子 在我們還沒說其他的自殺案之前 阿狗好像有些事情跟大家分享 是呀 我看到也挺有趣的 關於JP Morgan和聯邦處被告 一個挺吊詭的疑點 為什麼呢 聯邦處被告是有金礦的 不是金礦的 即是金庫 金庫 金庫 金礦 兩件事來的 金庫 即是有很多金 之前我們也有提過 聯邦處被告有 JP Morgan也有 一定有 但原來近日已經是一三年 年中的時候 人們就開始發現有些問題 原來他們這兩個金庫 是一街之隔 隔得近 都沒什麼特別 可能大家都是金融機構 在哪條街 我想問 都是在紐約 一個叫做Liberty Street 這麼邪的 又是33號 我也不知道是否特意選擇 一定是特意選擇 這個不用說了 聽回我們的節目都知道 全部都是特意選擇 一定是 是 33號 吊詭一點 這個也不是我想說的重點 重點是 金庫近 近得來 還要 咦 大家都在地底深入五層 咦 地底 金庫當然是很密實 但為什麼這麼巧 你在五層時 我又做五層 大家的level 你明白嗎 即是說大家都是五層 對 向下數五層 即是五層的basement OK 即是五層的basement 可以有五層的basement 你也五層 我又五層 我想發問 會不會有一條隧道 是貫穿兩個金庫 是的 那是不是有條隧道呢 那些人就說 咦 金庫裏面很多金 很大的 他們會不會其實共用著呢 現在狗這樣說的話 我第一次不是有個說的 沒錯 德國就是叫美國聯儲局 還給我 給我 他就是會不會這樣說 我們免得運金 這麼麻煩 前門和後門 什麼前門和後門 什麼前門和後門 只能在下面交易 為什麼要搞這麼多 大家可能是同一個 真的會不會呢 是啊 所以那些人就很熱烈地討論 這個finding挺有趣 是的 所以為什麼經常都說 他們其實關係很密切 這個絕對是 對不對 不過阿九 你說開這些混金的事情 我想補充第一節 不是說德國要拿回金 但是拿回那些又不是自己那些 原來當時有個回應 給德國這個議團 美聯署曾經回答過 那就是說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你拿回金沒有你的標記 原來因為他要混金給你的時候 他不可以一塊塊混給你 他要融掉那些金 拿出來才給你 所以那個標記就沒有了 有些人會這樣說 但是呢 以我所知 德國他們覺得 德國那些金 去讓他們保存的話 即是讓他們儲存的話 其實呢 就是要圓壁歸召 你不是說 喂大哥 你融掉那些金 再打一條條給你 我覺得其實他們 說不通 說不通 剛剛阿狗也分享過 一些比較有趣的資料 告訴大家 剛剛我第一節說了第一單的自殺案 我們說第二單的自殺案 這單的自殺案 剛剛阿金也有說過 有少許匪夷所思 還有少許像 死神來了的片段 為什麼會說死神來了呢 這個人呢 叫做Richard Tolley Richard Tolley 這個人呢 其實真的很年輕 說真的 如果是一個CEO 來講只有56歲 但是呢 旗下的公司呢 全部呢 都是一些美國的房地產公司 一些保險的生意 還有呢 他死的時候 被人發現 在自己的車房 還要是用了一些Nail gun 什麼叫Nail gun 裝修打木板的釘槍 打了七、八下 但是他最致命的那一刻 就是在他的後腦上 最致命的 七和八 我怕聽眾還以為七、八 噢 七字八下 熬得到七、八下 也很厲害 不要說七、零、零 不要說七、零、零 甚至乎你七槍 你自殺的話 你知道釘槍的 第一場 第二 會痛的 很簡單 你自殺的話 如果你用手槍 你會對哪裡 你不會對你的手 你一定對頭 你不會對手 你對心臟 要是對心臟 要是對太陽穴 要是對頭 要是對頭 任何地方都好 都會死的 但是這個 他發現到 就是這個自殺個案 就是用了一個Nail gun 這些氣的釘槍 就打了自己七、八下 你想一下 真的 不要說什麼 痛都痛死了 真的 我覺得像被人行刑 多些 閃自己 打自己 那麼多下 這件事很奇怪 真的 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他死了之後 有人發現原來 旗下公司有很多間 例如是什麼 有些公司叫 Clear Title Sweep Basin Suma American Strag Road American Real Estate Services 這些全部都是關於什麼 房地產的東西 房地產的貸款 房地產的擁有權 房地產的保險 以及Torlid 都是在芝加哥銀行的 投資界做事 人家很富有 多東西 那自殺的話 有多突然 可能真的是一個 事業上 或者可能是壓力 所以就令到他們自殺 但是原來 收購房地產最多的一集團 叫什麼名字 就叫Blackstone Group 黑石集團 黑石集團 和它有什麼關係 你覺得 講一下黑石集團 是什麼 其實黑石集團 是著名的 美國私人股權投資 和投資管理公司 是85年創立的 它的總部 正正位於紐約市 狗經常說這個地方有點古怪 原來在香港 它也有分辦事 住在這裡 這個集團 為什麼會和Torlid有關呢 因為本身Torlid 他自己 都是經營房地產的生意 但是他的公司 American Title Service 其實是剛剛他死 之前沒有多久 是接受 科羅拉多州保險監管機構的調查 但是傳媒 就不知道調查什麼 也不知道調查多久 不過可以提一提 其實Torlid 他本身都很厲害 他除了成績厲害之外 他其實在體壇也有些成績 這個沒有資料 體壇也有成績 是的 體壇也有 因為他之前就是 德崇證券的一個財務經理 他在德崇證券這間公司 認識了現任的妻子 原來他的妻子也很有來頭 就是這間德崇的副總裁 兩個幾個分 幾個分之後 芝加哥論壇寫了一篇報道 就報道他 原來Torlid在1980年 參加過美國的奧林匹克游泳隊 還挺厲害的 但是他死了之後就很離奇 他一死了之後 這個游泳協會 其中一位發言人就出來說 他不是游泳隊的人 這麼神奇 我覺得這件事 待會阿甘也會慢慢告訴他 現在他說了背景 但是為什麼他會被自殺呢 原來我在掘掘掘掘的資料 也都知道了 原來這個集團 剛才說過 這個Blackstone Group 這個黑石集團 除了剛才阿甘說的 之外 剛才我也說過 就是他收購房屋 最多的 原來他背後的投資者 哇 真是誇張 原來背後的投資者 包括什麼 包括高盛 花旗集團 美國銀行 Dodge Bank Morgan Stanley 這些大的投行 和一些銀行 所以其實 這間的Blackstone 黑石集團 背後 這條水喉真是大到不得了 金是嗎 是的 還有在2012年尾 你剛才說的那些公司 原來是不停地收購和投資在房地產那裡 買了超過20萬棟失去回購能力的便宜樓 我們叫做 很多都是位於金融風暴售創的地方 好像LA 鳳凰城 芝加哥這些地方 那就令人懷疑 他會不會又想製造一次 好像之前 又是泡沫的 房地美 房利美那件事 沒錯 因為你知道 其實我想有一集 就是講華爾街 有講過 他們其中的一個伎倆 就是收購一些什麼 收購一些斷工 或者是一些很便宜的樓 然後再收購出去 從而可以令到他們賺大錢 好了 我們講了一些背景 阿金阿九 你怎麼看 為什麼他會受殺身之禍呢 他自己本身都是做房地產的 說不定 其實知道很多內幕 但知道很多內幕未必會死的 我想聽眾去想一想 或者令到我們要講多一點 就是什麼呢 就是怎樣跟拉近JP Morgan的關係 他背後有JP Morgan的水喉 這個一定的了 他跟JP Morgan一定是很大的聯繫 為什麼他會加入在 這一班自殺的個案的其中一個人 其實如果他真的買便宜樓 然後製造一個泡沫的經濟 然後很多人會失去很多錢 說這些房地產的騙局 其實你買樓都要向銀行借錢 所以說他其實Tolly 他在做那間公司 其實跟銀行也好 黑石集團也好 根本環環是緊扣著 大家都有利益上面的輸送 如果我假設Tolly 可能有一些良心發言 他可能不合作的話 會不會就招致殺身之禍呢 因為他知道了整盤計劃 可能他也是其中一個核心人物 我也有一點點覺得 為什麼呢 剛才我第一節聽眾都覺得 聽說我們Gabriel 這個人在JP Morgan做一個 關於高科技的事情 因為歐盟那邊 他們一定是要控制這個HFT HIGH FREQUENCY TRADING 會不會這個人 也都好像Gabriel 知道很多的黑幕 知道很多的來幕 而上面那班人 上面那班的 我少說的 來來去都是Rubchow那班的Family 和Aquifalic的Family 如果他們想去做一些 所謂的金融的泡沫 甚至乎去做一些金融的風暴的話 他都不會讓你為了十個八個人 或者一班人去搞我整盤計劃 是一個大騙局 或者我又這樣想 會不會Tolly那一部分的工作 已經完成了 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 剛才你說大騙局 基本上在金融的世界裏面 其實都是一個騙局 只是我會覺得 你們受不受騙 甚至乎你會覺得 美國仍然相信他們的經濟 甚至乎相信他們的財技 你就跟著他們走 但反過來 是不是這件事 可以大家去深究一下 是不是阿狗 對的 還有他正直正在被人調查 會不會是因為 他想乘機爆發大問題 不會是借機 反念都被人調查 自己爆發出來 可能可以做些什麼 污點證人 想著可以判也少一點 誰知道被人滅口 是的 其實現在你也知道很多華爾街的戲都有照片 很多華爾街的秘密 很多華爾街的黑暗的事情 其實有很多戲都有說過這些伎倆 但是這段時間 剛才我開頭的時候都有說過 為什麼這兩個月真的發生這麼多事 尤其是JP Morgan這間的投行 為什麼有三四單 折二連三 去做一些所謂的被自殺案 我為什麼叫被自殺案 可能有些聽眾會覺得 你會不會覺得武斷一點 但是我們三個看完資料的話 我會覺得 咦 真是很多的蛛絲馬跡 很多的證據 給不到我們的信心 就是說這個真是一個自殺案 對 怎麼會自己拿那些釘槍 釘自己七八下 你只想一下 自殺這麼多方法好用 為什麼要拿釘槍來釘自己 大哥 痛都痛死了 還有用釘槍 會釘得死嗎 我也是第一次聽 你死了 你這樣講完 好害怕 你只要爆得太多 死了 釘槍 其實真的會死的 看你打哪裡 但現在是自殺 還要打後尾枕 怎麼反手打這件事 我都真的覺得是匪夷所思 你看死神來了 他有一幕是這樣的 是的 我們三個都不相信 這個肯定的 說真的 我都說 你自殺的話 你現在肯定你不想自己 在痛苦的情況下 血流到乾了才會死 你現在一下子就離開了 但你不會打七至八下 咦 不死嗎 打多東西 咦 不死 再打多東西 原來那裏不能死 還有這件事 我和Andy有分析的 待會在第四節 我和Andy會分析 但我們咪後也有說過 只是一個說笑的說 你在這麽痛苦的情況下 當你打完第一槍 打完第二槍的話 其實已經可能是痛到 你是不夠力去拿著槍 這個真的是很確實的 是嗎 你已經基本上是不夠力去再 我不知道那支所謂的氣釘槍 會是要多大力去撐 但問題就是 當然很簡單 你整損了你的手腳的話 你再整損多一下的話 你自己都沒有心機去做其他事情 這個是輕輕一點 但當年我未試過槍傷 但我imagined到一件事 槍傷肯定會很痛 很簡單一件事 你自己整損你自己都會痛 第一次第二次的槍傷 我不知道眼釘下去之後 會不會是很痛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跟Andy的看法 都是覺得 會不會 真的這麼神心 他還要 我很肯定 他是最後那幾槍 才打後腦 你不會打完後腦 咦 不死了 打多幾下 不會的 這個是比較奇怪 這個動作 七至八槍的釘槍 我自己覺得一定不相信 阿九你剛才不是說黃金這件事嗎 原來我手上有個資料說黃金也挺有趣的 原來委內瑞拉政府在2011年已經宣布 說他要將他們的金礦國有化 他有先見之明 因為他很高調地說 這個厲害 還要移去跟我們委內瑞拉國家比較關係友好的國家 當中他舉了幾個 有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幾個國家 委內瑞拉原來是黃金穩藏量最多的國家 總統就說要將所有的金礦都國有化 將這些黃金轉為他們國際儲備的一部分 因為他們科思到黃金的價值只會不停地上升 是啊 非常之對 其實阿金說這件事正正反映了這幾年黃金的價格 你知道嗎?黃金的價格 最新的消息 你知道嗎?其實在1月、2月這些時間 我們已經說了比特幣 比特幣是90度插水的 但現在黃金其實一直一直慢慢升 上一年的年尾有人說過 黃金可能會不會有些下調的跡象 但現在你看到其實 也加上阿金說這件事 就是有些國家有先見之明 就是覺得黃金這個貴金屬 是反而有升不會跌 對吧阿金? 沒錯 而且它也挺厲害 這麼早期已經收定了風 是啊 沒錯 然後現在可以穩代自己的黃金 就不像德國那樣拿不回自己的金 沒錯 所以剛才我第一節是否有說過 為什麼這個JPM會在1月23日和28日兩天 拿了大約20公噸的黃金出來呢? 有些人呢 剛才我再說過一點點 我再說一點點 有些人謠傳 原來這些金 即是在JPM的黃金褲裡的金 你知不知道是誰所有的? 你們猜一下 中國? 厲害喔! 真是中國所有的 這是謠傳來的 換句話 它不夠的 給德國的 會不會就是在中國那裡拿些給它 先頂著雞頭 Anyway 即是我覺得這些東西 其實是用一些很輕鬆的手法去說 但反過來 我們想大家去想一想 究竟這些金融的陰謀論 會不會是一些很大型的 世界性的洗黑錢 或者一些世界性的fought case 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 Adam 你說開洗黑錢 我找到一些挺有趣的東西 原來梵蒂岡銀行被意大利銀行指控 它用多個戶口去洗黑錢 它洗黑錢的金額高達1.8億歐元 這件事被意大利中央銀行揭發了 意大利中央銀行指責這間梵蒂岡銀行 監管洗黑錢的能力不低 所以我要凍結你所有信用卡戶口的交易服務 這樣就繼而影響它的旅遊業 我覺得這個新聞也挺有趣 但又反映了原來 一向天主教國家 原來都會花黑錢 有什麼這麼奇怪 剛才我們都說了 其實那個JP Morgan 跟納稅和納稅和得意志銀行 全部都一大一夥 銀行業這些我都覺得很黑暗 因為我想這個國家應該有一個道德操守 應該挺高 但又不斷地有很多醜聞走出來 但梵蒂岡你記得我們有一集 記得 也有說過美國政府和梵蒂岡千絲萬縷的關係 有聯繫 也就是那句 其實金融市場 等於中國人也有一個東西 就是十島九片 你知道金融的東西都是偏門 數字遊戲 都是偏門的東西 即是買金錢 買股票 始終都是一個金融的遊戲 即是一個大賭場 絕對是 一個大賭場 反過來 有一群人 我都會用到新世界秩序 我們上次早幾集都有說過 控制一個地球 或者控制我們這個世界 你要控制什麼 錢 食物 這些是最重要的 經常都說one currency 是的 one currency這件事 絕對一直慢慢滲透 但是不是真的會有一些 現在這次這件事 即是JP Morgan這件事 這麼多的自殺案 我們想說什麼出來呢 其實我想正正說這麼多背景 說這麼多的因由 或者被自殺案 就是我想讓聽眾去想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一個人 正常的人 不怕我再浸氣說多一句 一個正常人 如果你真的有壓力的話 我們在座這三位 人怎麼會沒有壓力呢 工作也好 家庭也好 但是會不會 我想都是那一句 沒有什麼會比你的生命更加重要 你沒有生命的話 你就什麼都做不到 那需要不需要令到自己沒有一條命去逃避這件事呢 我自己覺得 我不可以說一足高板一船人 我不可以說那個自殺案是假的 不是 但是 這件事太多巧合了 對不對 財金的角度也好 或者一個 投行的角度 為什麼這麼多人去死呢 為什麼這麼多人去為了一些的壓力呢 所謂 待會第三節 阿金就會回來 就會跟大家去再分享 香港有一件事 當然主流媒體有說的 因為他怕被人解僱 因為有些主流媒體報道 因為他怕被人解僱 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令到他去自尋短見 其實背後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有些媒體報道過 訪問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說 他不是這樣的性格的人 他性格很開朗 一個很樂觀的人 那是不是真的這麼樂觀的人 走上一條不歸路呢 這個我想我們第三節回來 再跟大家慢慢分析 充滿陰謀和計劃的這個世界 現在讓我們和你揭露陰謀背後 好 又回來第三節 剛才說過 很多死亡的事件 真的在英國 亦都是在美國發生 但是很不幸地 我們香港也有一宗自殺的事件 亦都在Morgan Stanley Headquarters 總部裡 空中飛人好像在30樓 是嗎 是呀 天台 天台30樓 是呀 沒錯 在天台真的空中飛人 飛到一條馬路上 阿狗可不可以跟大家說回 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呢 是的 他是JP Morgan的員工 負責 亞洲投資銀行帳目部的經理 但是他其實是很年輕的 33歲 在2月19日那天 下午時間 突然間情緒激動 走到30樓的天台 即他們的總部的天台 突然間在天台上跳了下來 跳了下來的時候 直接掉到馬路中間 在乾樂道中 即時死亡 當時很多人都很廢解 因為其實很多朋友都說 他其實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我看他其實很厲害的 他是在外國讀中學和大學 在加拿大 讀完回來 進修讀了一個金融學的碩士 做了一陣間的研究員的時候 就已經有教授寫推薦信 推薦他進入了摩根大通 證明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其實用了一年半的時間 就已經可以約升做了項目的經理 所以很令人費解 平暴清雲 是的 這麼短時間可以做到經理的人 為什麼突然間會走上這條不歸路呢 真的 有些人又說 因為這個男生 其實兩年前 他買入了紅磡半島豪庭一個單位 五百多萬 還要供樓 那會不會有些人假設 會不會他經濟或者財務狀況 不是那麼好 就引致這次他壓力爆煲呢 有兩個說法 有一個說法就像剛才阿甘你這樣說 第二個說法就是 他好像如知到 好像被人炒魷魚 被人炒魷魚 壓力過大 就導致他跳了下來 是的 對他的表現做平衡 平衡 但其實他負責那些職責 不需要對客人或者是跑數那些 對於一般銀行上 我們的認知就是 經常都要面負責 其實也少了這方面的壓力 所以就覺得很奇怪 對他的工作壓力是來自於哪裏呢 但他屬於FX trade 對嗎 即是Foreign Exchange的trader 即是後面的東西 但這一個 這件事更奇怪 原來在調查期間 有一個外籍男子 主動和警方提供資料 是 那警方 下了他的口供之後 就馬上去了遮打大廈調查 有人透露 其實這件事之後 J.P.Morgan立即 很快就開了閉門會議 但是 沒有人知道會議說什麼 嗯 是啊 那什麼是會議來的呢 其實 說什麼呢 還有他整件事之後都說 叫做尊重死者 即是這件悲劇 他們是說不評論事件 嗯 當然的啦 做這個投行的話 難道跟你說 我們壓力過大 是啊 我逼死他 不會吧 這個絕對不會的啦 那這件事呢 我們都心表痛息 一個這麼大的青年 我可以有三十幾歲 都是不算中年 都是叫一個壯年的時間 三十幾歲人 事業都平暴清雲的話 都很厲害 買到層樓 絕對啦 那你做投行的 絕對 一定是收入應該是很可觀的 我覺得 前景很好 是很好的 那真的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這個真的不得而知了 始終各大的傳媒 都有報導它的背景 那樣東西 聽到這個消息都幾不開心的 因為發生在香港也都 沒想過這麼貼身 是啊 真的很貼身的 因為尤其是 我覺得很有趣的 香港 其實我早幾兩個星期 兩三個星期之前 已經是 Facebook也好 或者其他網頁 都有報導過 JPM 其實各個員工 英國也好 美國也好 都有些零星的自殺事件 但是主流傳媒 香港的主流傳媒 很有趣的 有事情發生在香港 它才開始 將一些資料 慢慢去砌砌 做了一個畫面 亦都是因為這樣 令到香港人更加去關心 或者更加去關注這件事件 為什麼JPM 一段時間 兩個月裡面 又發生了這麼多宗 關於他的公司的一個自殺個案 或者叫被自殺個案 這個就是要大家去 慢慢去抽屍摩檢 去看看究竟 這個是不是真的一個自殺案 是啊 就是因為這麼短時間裡面 JPMorgan 有三個員工 都離奇身亡 所以很多人 就將Dennis 放在剛才我們 講的幾個例子裡面 計算了他 可能會不會都是一個 其中一個陰謀 治死的原因 是不是真的自殺 真的都可以想想 之前第一個就是 Gabriel 剛才我們第一節的時候 都有講過 長講 另外一個給他 其實都是這段期間的 就是Ryan Henry Crane 是啊 他又很神奇 其實他很高才生 哈佛畢業 還要在Morgan 那裏 JPMorgan 做了14年 直到去到 再給Dennis再高級 他已經是全球貿易部門的主管 那裏 那麼久以來 14年 做了那麼久 Dennis就說 做了一年多 不是很久 可能 當他真的抵受不住壓力 但做了14年 做到全球 看全球 他竟然 又抵受不住 又會 不知為何死了 因為他的死 簡直是沒有講死因 只是當地的報紙 有報道說 這個人死了 很奇怪 這麼短時間 一個這麼重要 看全球貿易部門的人 死了 但不知道原因 沒有交代 而他這個部門 還有很出名 在1999年一直到現在 零下癡 他們的交易 是沒有損失的 那些人又開始 哇 有什麼人是不會做錯事的 這麼厲害 可以零下癡 沒有損失的 會不會其實都是 會不會做數的 還是 有多少東西是蓋著蓋著 所以他才 因為他都很年輕 他37歲 但是Dennis不是很多 就是這麼短時間 又不見了 真是奇奇怪怪的 匪夷所思 在一個這麼短的時間裏 如果三個員工來講 21天裏沒有了三個員工 其實我覺得JP Morgan 自己都應該要反思一下 不要說是否這些陰謀 壓力是否大得這麼厲害 但做了14年的又死 做了幾一年的又死 真的 我覺得一個重點是 因為不見了的這群人 全部都是一些key person 嗯 我覺得也是 即是這間公司 有一定的地位在 而不是一個小職員 所以阿九是對的 因為為什麼JP Morgan 不見了的key person 都還可以是 沒有什麼反應 就是一個奇點 對 為什麼可以這樣 還是他們 無私顯見私 還是好像Adam說 做得這麼洋的時候 就叫人們 大家好 收下手 沒錯 真的 所以待會 我看 Part 3完結之前 我爆一單資料給大家聽 聽完之後 我想大家有一點目定口外 在我還沒說之前 最後一單 阿金 這單 又是厲害的 那個人叫什麼 Dukka 那個Du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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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也是過身 我覺得 某程度上 我同意阿九這樣說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全部死的人 是不是都是耀緣呢 那為什麼 正正為了一班人去死 那這班人 是不是真的知道很多這些 不為人知 或者也不想讓人知道的東西呢 讓阿金告訴你 最後一單被自殺的case 那Dukka 你剛剛把事物當中 是50歲的 那她就任職 羅索投資公司 就工作了五年 那她是被人發現 它服屍在華盛頓塔科馬海峡橋附近 那警察看到屍體之後 其實就已經說 說她是跳下來死的 失足跌了下來死 那樣 那起初其實警察有兩個說法 起初她說她自殺死 後來呢 有些傳媒或者有些報紙說它是失足跌落15米的橋 但是有些人 你知道有些人像我們這樣會撩的 怎麼會這麼快就定斷它是自殺跳下去呢 就找到一些資料就說不可能是跳的 因為Duka 如果要在那條橋的位置服屍 是它要越過4英尺的圍欄 再去到邊緣才可以跌落橋底下面附近的位置 這亦令到很多人都在討論Duka的死亡 會不會是自殺呢 還是被自殺呢 因為Duka其實都挺厲害的 2008年他就入了羅索投資公司 他就為金融雜誌Market Outlook寫稿 而且他是預測經濟走勢的 他寫的稿 他也是羅索公司網站每月出爐 預告市場經濟表現指數的一個發言人 是他開創經濟表現指數出來的 他亦被排名為頭5%的經濟學家 過去的20年他讚寫十幾篇文章 全部都是研究論文 全部都是關於貨幣政策 你聽到了 因為我們之前那兩節經常提到貨幣這件事 黃金這件事 這個人的死 原來和貨幣政策都有些關聯 大家都想到其實當中他的死 會不會真的自殺跳落橋 還是有些玄機在那裡 因為他也是很厲害的 他在俄勒江大學的學士學位 也都是西北大學的經濟學碩士學位 也都是華盛頓大學的博士學位 但是他現在成為了一星期之內 第四個自殺的金融專家 即是說是自殺 但我們說是被自殺 所以說真的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自殺案 我覺得這個真是不為人知的事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怎麼說 覺得有時候都挺唏噓的 是不是真的為了一些利益的事 我時在這個節目都有說的 陰謀論一定有利益的存在 沒有利益就沒有陰謀論所言 但是正正我們今集說金融的話 正正是面對這件事 就是利益 一個一大塊錢 是不是要金融的 全部都是錢來的 就是因為這樣 白白斷送了很多條人命 就是因為他蓋了他們的謊話 沒錯 而且Duka死後 有點此地無人 因為當時調查的探長 跟傳媒說 其實Duka之前 19號已經失蹤了 被人報稱他失蹤了 而且也有人透露 Duka工作上出現一些問題 但是這個警長沒有具體說明 究竟出現了什麼工作上的問題 我都有一點補充 Duka也是前聯儲局的經濟師 原來他當經濟師的時候 亦都發現了布殊家族 是牽涉了十幾億的金融騙案 但是現在暫時還未知道 那個下落 就是騙案的情況是怎樣的 好像草草了事一樣 還有一件事就是 倫敦有些銀行家 剛才我們說的Gabriel和Brocksmith 也都在這裏 什麼意思呢 同一單案 是的 會不會是因為有這樣的事情 現在國際刑警和黑手黨 都有這個滲透在內 究竟這些大家族和聯儲局 再加上國際刑警 會不會是一個 真的我所說的 就是國際的騙局 這個我有理由相信 還有我覺得 這一班人 會不會是真的 剛才我說了布殊家族 布殊家族 其實我以前都說光明會 CIA 是的 光明會那班 都是有關注的 會不會因為這件事 而成為了 國際一個匯率的騙局行為 這個 剛才我開頭的時候都說的 現在我們在說的 會不會是一兩單 最大的騙案 和最大的盜竊案 這個真的 我們慢慢再深究 我們會繼續查的 我覺得 這件事阿金阿狗 我開麥克的時候都會說 哇這件事很過癮 越查越多 這樣 不過你講到這裏 我又想提起 阿寶羅玉爾克 記不記得他 阿寶羅玉爾克 他是美國經濟學家 也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主席 也都做過奧巴馬的經濟顧問 奧巴馬是特意承邀他回來 去做顧問 因為當時奧巴馬上任 他無緣無緣無故就有金融風暴 叫他做一個顧問去拆解這個問題 我為何要提寶羅玉爾克 因為他有一番很大膽的言論 就講了 他說過世界經濟某種程度上 是要有控制地解體的 這個有控制地解體 亦都是一項很合理的目標 那會不會是 我們剛才講過這麼多 其實都有講到 可能有些人提出 將來的經濟會有些事發生 那會不會就是阿寶羅玉爾克 講的有系統 或者有控制地解體 都會的 因為我想 待會第四節 我和Andy去談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都有講過 其實現在是全球性去講 就是說我們本來是說2015年 就是在華爾街那集 說2015年有事發生的 金融體系 但是現在看法就是 Andy會覺得 就是一四 今年也有機會的 其實 所以究竟 是不是真的會非常非常震撼呢 這件事 因為其實 現在他們慢慢做一些 就是美國 慢慢做一些事情 普通人是不知道的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他是死的了 他是沒有錢的 但是他不會先死 他一定要找人家賤私底 看看誰先死的 基本上 好了 但是剛才我不是說過 有一件事 這個真的挺恐怖的 這個就不是我們說的 原來銀行界 我想如果用Youtube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搜尋到的 現在基本上 銀行界有一個線人 那個線人 又叫V那個人 那V那個人 就在這裡說 就是 他說 銀行界目前發生這麼大件事 這兩個月 由1月到2月 有這麼多的被自殺個案 原來他有一份 又叫做 就是和國際會對騙局有關的 暗殺名單 這份暗殺名單 包括了43個華爾街銀行家的名字 但他又因為他的生命受到威脅 所以他就不會去披露 但是他爆了這件事 我想這個也挺大的 就是說 他說包括花旗銀行的高層主管 我想現在花旗的高層主管應該騰騰陣 這個是他說的 不是我們說的 這個是V說的 他就說 如果這一份名單是屬實的話 或者存在的話 我們會見到更加多的被自殺案 會發生的 你聽完之後 你覺不覺得很恐怖 就是基本上有人已經列出來了 我有這樣的計劃 我就不想這班人 可能就會洩露出來 或一個樣東西 列出了43個人的名字出來 就是麻煩你幫我搞定他們 這樣 如果真是屬實的話 其實挺恐怖的 就是美國政府公然 或者聯儲局 甚至乎上面那班 就是金融那班高層的話 公然去殺死這40多人 是呀 就是喜歡誰 不要誰 或者不要誰 我就寫他的名字 好像人家那些死亡筆記簿 寫下去 是啊 但是我會覺得好像一些棋子 會不會寫完他怎麼死 所以就會有些什麼 用釘槍釘死他 這個就是跳橋 跳了他 那個 抹掉他就算了 MISSING 是啊 所以我覺得都幾恐怖 以及幾黑暗 真的很黑暗 當然大家知道這件事 大家在金融的體制來說 為什麼會有大鱷出現呢 大鱷他們是玩一些財金的伎倆 大家都清楚了 但是現在他們不是在玩財金的伎倆 基本上是在說殺人 就是說我後面有一班 有一個驚天的大騙局 或者驚天的大陰謀 下面這班人跟我做事 下面那班不是像剛才阿金說的 下面那班可能是一些部門的主管 或者甚至是一些VP來的 他就是因為怕這班人想要爆發 所以你說寧願你爆發之前的話 我就先做下去 這樣就不用爆了 是不是阿金 是啊 那剛才你令我想起 我想傳媒都有點困難 因為Gabriel死之後 其實報他的新聞說他自殺 那兩份報紙 那個擁有人原來是前KGB的人員 所以你想想 蘇聯特工也有出賣 其實也有個說法 這班人可能其中當中有一些 就是想爆發一些洗黑錢的東西 是跟KGB有關 或者是跟黑手黨有關 不是KGB 是跟黑手黨有關的東西 那會不會就是牽動了這個Hit List 要出來呢 我在想 43個名單 他說會不會給46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加3個呢 不是那麼邪 你這樣說我會很害怕 因為為什麼我們是3個 對 你這樣說 我們不是金融界巨子 但現在我們在爆發很多 我只是小火雞 但我們現在在爆發很多東西出來 Anyway 我覺得有些人 如果真的不留意金融的話 就真的不太清楚 究竟後面發生了什麼事 當我們說完之後 大家就會知道 哇 原來這班人 不是吧 真的這麼恐怖 不是吧 真的 用一些 這麼骯髒的手段 去殺這班人 這個我覺得 比較上是噁心的 突然間 忽發奇想 因為剛才也有說過 黑手黨有加入的 會不會其實這些事情 是黑手黨做呢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呢 其實 因為他有involved 因為說錢不知去哪裡 會不會呢 還是CIA呢 其實我們以往說的那些案件 很多時候有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港神秘組織 另一方面就是可能是黑手黨做 譬如馬麗蓮夢露那件事 或者甘奶迪那件事 所以阿狗你講這個idea 我都buy的 真的有機會的 即是不是沒有他道理的 也有道理的 但是問題 會不會是黑手黨 其實和陳秘組織 都是同一夥人呢 又可以想想的 是啊 大家都可以想想的 還有 和布殊 大家都知道布殊做過CIA的 頭頭的嘛 即是他要真的動員那些人馬 也都不出奇的 嗯 也都 浪費一點這樣說 我想要和大家分享 你知不知道 其實NSA DARPA 或者CIA 就算那幫人 退休那幫 退休之後 去請一個新局長回來的話 你知不知道 有些機密的檔案 未必新局長會知道的 即是不可以用欺瞞 即是隱瞞住 不是 我解釋給大家聽 那個實情是怎樣 大家知道斯洛登這件事的 就是他在哪一個公司做的 是一間外判公司的 很多人質疑了 為什麼 斯洛登一個 不要說small potato 一個所謂的操作員 為什麼可以找到 這麼多的機密資料呢 其實斯洛登 他在大學的時候 已經被NSA 已經平用了 但是 他擦擦擦擦 我相信聽眾 都會有興趣聽的 然後呢 他就開了一間 外判公司 你知不知道 外判公司的老闆 是什麼人呢 全部都是CIA NSA 那班高官 即是那班最大的那班 退休之後 自己 就開了一間公司 但是開了一間公司 不用他出錢的 因為是美國政府分給他們的 所以呢 其實呢 很多時候就是 為什麼 我剛才這麼說 就是CIA NSA 那些頭頭 即是那些所謂的部門主管 未必知道更加多的 high classified file 就是因為 其實那班 所謂最機密的資料 就是那班 外判公司的老闆 那裏才知道 反而你CIA的頭頭 即是Ahead 或者那些很高層的話 未必知道 甚至乎美國總統 都未必知道 即是將那個project 是一直這樣帶著 是跟人 就不是跟職位 你說得非常之對 是跟人的 就不是跟職位 甚至不是跟部門的 這個是肯定的 是的 所以你說 怎麼會沒有一個影子政府 你這樣說 正正就是那個影子政府 你說影子政府 我馬上想起撤離 撤離就不用說了 撤離的權 我可以告訴大家 大過總統 沒錯 我可以告訴大家 聽眾聽 是絕對大過奧巴馬的 撤離 真的 這個你可以 有機會有人挑戰我 但是你們可以 留意一下新聞 或者去鑽東鑽 看看資料 你們就知道了 OK 是的 之前克林頓 說要看那些什麼外星資料 都說 他的權限不讓他看 竟然說 總統的權限也看不到 是的 所以剛才阿九說的 就是跟人 所以為什麼我要慢慢說 給聽眾 是真的跟人的 不是跟部門的 即是說 現在不同的 那些大公司你走了之後 就告訴你 你下手 是的 你下手接 不是的 美國的傳統 即政府的機密資料 就是一直 為什麼193幾年 194幾年 到現在 今時今日 這麼大疊的file 即是x file 或者classified file 的話 怎樣跟人 可能有些人說 如果死了怎麼辦 當然是臨死之前 當然是陰店一個 我反而想到 你說跟人 例如這些金融界的巨子 可能就跟了一個project 會 因為你跟人 你說的project 即神秘的項目 我們叫你跟人的時候 那個人的勢力會坐大 慢慢 他知道越多 勢力越大 那就越有機會會反 可能就是他有這些念頭 要反或者不聽話 那就被人被自殺了 嗯 也不奇怪 不聽話 神秘組織最喜歡的 就是被自殺 讓人消失 這樣搞定你滅口 這個絕對 這個絕對 不是 所以 我會覺得這件事 你們聽完這一集 加上我們之前說 現在的一集 你會看到 其實 都是那句 不要再嫌疑我 再沉氣地說 就是 你去到一個 新世界的秩序的話 真的要是權力 錢 食物 當你全部的東西 是控制你掌握之內的話 其實 我可以告訴你 真的 我們來這個 新世界秩序 真的不會太遠 你們兩位 怎麼看 現在都有點像 新世界秩序 對 只是還沒用直入晶片 對 直入晶片 大家都知道 美國有幾個州 已經開始 硬要你做 不過我想它有一個困難 它要one currency 它要所有全球 那麼多個國家 肯定 現在暫時 暫時未做到 我可以告訴你 阿金 當你整塌了個國家 的話 說真的 整塌美國 它就會聽你說的 所以為什麼美國 這麼害怕中國 因為中國 在未來這10至20年裡面 是最potential的 最有潛質 最強的國家 除了中國以外 有什麼呢 其實巴西也是 知道嗎 所以剛才 偉諾瑞拉 不是說要放些錢 在自己的民國 就好朋友 巴西是其中一個 沒錯 巴西 印度 其實這些 都是一些很potential 強大的國家 因為人口多 還有說真的 它的外匯儲備 不是說印度 譬如中國的外匯儲備 也是數一數二 所以有時候 美國最頭癢的事情 就是要令中國很麻煩 這個要時間 當然 始終現在全球來說 最好的 或者最強的金融體系 都是肯定美國的 這個絕對 但是 他們正在洗白頭片 不斷人人字 對不對 這個絕對 大家都清楚了 他們有沒有錢的話 他們太多東西了 要搞了 又有black budget 又要預留些錢 又要去做一個的軍費 是不是 軍費的預算是多大 你知道嗎 剛才我都說過 全世界排第1 現在它的軍費 仍然都是 雖然中國排第2 但是說的是 它的十分之一 所以真的是 我想到 美國又要留些錢 做一下科技 做一下跳躍室 讓奧巴馬去火星 是不是 是的 所以 去到這個位 我會覺得 大家聽眾 要想一想 究竟這個金融 是不是有很多黑幕 大鱷 我事都這樣說 大鱷肯定有 不用說 小朋友都知道 但除了這些 玩財技的高手之外 他們還要殺人 所以 這個會不會牽涉到 剛才我們說的 這三節 牽涉到一個 世紀的大片案 世紀的洗黑錢案 這個 有待大家 去慢慢 再去 找一下 讓聽眾 去想一想 好嗎 雖然第三節 還沒完 我們之前上星期 都寄了一個 我們有第四節的 bonus track 今節的時間 差不多了 第四節 第四節 只有我和Andy 因為Andy 做我嘉賓 讓我們兩個 大家分享一下 對這件事的看法 那我和阿狗 先走了 拜拜 好 第四節回來 我和Andy 再跟大家爆過了 待會回來見 充滿陰謀和計劃的 這個世界 現在 讓我們和你去 揭露 陰謀背後 好 各位聽眾 我想聽到我們這一節 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 bonus track 來的 因為阿金阿狗 錄這集的時候 他們就不在 現在當然 在我身邊的 就是我們財金工房的主持 Andy Goldman Hello Andy 很榮幸 終於可以和Adam 單對單 專業 專業 一次嗎 這次是第一次嗎 之前是三個 阿金阿狗也在這裏 但如果這樣形式 bonus track bonus track bonus track 對 英文差 不要這樣說 這是第一次 這次是第一次 是嗎 對 我都有點壓力 誒什麼力 你又說 又說這些 OK 我想聽到這個 track 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延續 什麼延續 就是 我想剛才大家都聽過 我們三節 裡面都是說 一間投行的陰謀 大家都清楚 其實這一陣子 大家都叫熱哄哄 這樣說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件事 如果兩日前 即是我們錄音兩日之前 其實如果 不是主流傳媒去公佈的話 其實大家 沒有什麼去看到 原來投行界 投行界 或者金融界 發生一些 這麼不為人知的事 就是自殺的事件 自殺事件 有些人就覺得 Adam 自殺而已 好像我早幾集 都說明人死 那樣東西 都是自殺 或者被自殺 現在去到金融界 Andy 我想問一問你 你星期五的節目 都說了一些 蛛絲馬跡 還有一些 投行的陰謀 甚至乎 之前你都說過 其實那間的投行 我們可以說 JPM 因為這個是事實 我們可以說 絕對 JPM 它是脫了貨 脫了什麼貨呢 就是黃金 貴金屬 我想大家 我都在網站上 我慢慢說 一月的23日 和一月的28日 兩天 他們總共 拿了44% 它的總黃金存量 是說 64萬3千安士 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20公噸的黃金 我想大家知道 一公噸 真的很貴重 20公噸 原來總值4億美元 差不多30億 差不多30億港幣 有些人就說 傳聞 我先問Andy 有些人又說 大陸叫他們拿的 有些傳聞就說 不是啊 早幾次 如果聽到Andy的財金工房 Andy都有說過 什麼呢 就是說 德國 其實我們早前 在陰謀背後 或者在財金工房 都有說過 德國都放了很多黃金 在聯儲局 大家都知道 你怎麼看呢 究竟是德國問 還是大陸問 應該這樣說 德國是直接問聯邦儲備銀行 那個黃金存付 但是 當中國的事實先 因為都是猜猜估計 中國的基本上是問J.B.Morgan 所以應該是兩個人問那個人 是有些不同的 不同的 即是那個疏性 一個是聯邦儲備銀行 一個是J.B.Morgan 但你們都可以看似到 一個是說 究竟那些金 夠不夠呢 這個是流傳了很多年 我覺得都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是一個陰謀 根本是要投資界 都在那裡懷疑 是 沒錯 為什麼我這樣說 我跟Andy 當然要請教他 不算請教 原來法國 德國 我想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每一條金條 都有一個號碼 是號碼 是號碼 德國那邊 其實美國給德國的時候 德國那邊發現到 他的號碼 是不同的 這個跟他的存款 即是存量 那號碼 完全是兩回事 是 即是證明什麼呢 即是證明美國 可能在市場上 買回黃金 給德國 是 那些人都這樣推測 是的 這件事很奇怪 為什麼我會說 黃金儲存量 這件事 正正衍生到 現在的自殺事件 有些網民 在我們Facebook 在我們陰謀背後的群組 都有留言 他們跟富士康比 富士康 是 跳樓 因為那幾宗 富士康連續很多宗 用富士康來比較 我跟他們說 這兩件事是不同的 是不同性質的 說回一些陰謀論 有些人說 自殺的事件 跟他們知道太多的事件 有關 也有資料顯示 告訴我 就是有一件 阿根廷這件事 阿根廷這件事 我想剛才我也有說過 一間叫Iron Mountain 中文文字叫鐵山 中文字叫鐵山 中文字叫鐵山 真的叫鐵山 他的Headquarters 是在美國的 他的分公司 是在阿根廷 但最奇怪的是什麼 當他公布什麼消息呢 公布的消息就是 阿根廷外匯儲備 一直受到評級機構質疑 沒錯 究竟外匯儲備 是不是真的這麼多呢 其實那天 不是之後 那天 發生一些 縱火事件 不知道是不是縱火 總之就是火災 那就已經有人告訴我們 他們這些 這樣的文件 一些很機密的文件 全部都消毀了 這間公司 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Andy 這間公司的背後 是做什麼的 這間不是銀行 Iron Mountain 這間是什麼公司 其實他專門是一些 數據管理 儲存的公司 去覆蓋36個國家 他的客戶有15萬6千 而且他們的房屋系統 一向都是以先種 為名的 即是普通的火 或者大火也好 都不會這麼容易 去消毀到他們的文件 如果不是 為什麼這麼多國家 去做他的客戶 一定有原因 但這場火 竟然可以 比較容易消費 所以人們會覺得 究竟這場火 是不是意外 其實這個是不是意外 應該說 我應該說錯了 剛才Adam說 是不是真的中火 有沒有人中火 我也不知道 真的叫不得而知 我也不知 因為為什麼 這次一集 我看一些數據 或者資料顯示 告訴我們 其實都挺恐怖 我覺得 你覺不覺得 絕對 因為剛才提到 投行的人 相繼離開 接著到這個資料 還有 我也想說一個人 一個前高盛的人 叫William K William K 他是在香港做對衝擊 他對於黃金的看法 今年他覺得是看好的 而且他也看了2000和2500 然後他也說了 很多央行和商業銀行 或者直接說是投資銀行 互相操控著 尤其是央行對於這群 銀行有很大的支持 他沒有說過哪一個國家的養行 沒有 他也沒有說過 但是他最跌軌 就是他也認為金價很難再大跌 即使他說外面的人在出 不斷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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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也說了一句 有支持 還有他也說了一句 今年2014年 2021月中至1月底 黃金的底部已經出現了 現底了 即是不能再低 這是他所說的 是不是 當然我們還有很多時間去引證 今年也是 還有最吊詭的一句 我覺得他也挺震撼 也很適合今集 Edan這個節目 分享一下 他說2014年 將會是一群操控者的謝幕一年 謝幕? 他是去講的 咦? 即是玩完 2014年是一群操控者的謝幕一年 還有他也說了一句 之前我們也分享過 一些投降不幸的離開 他竟然很夠僵的說話 這群人他覺得不為自殺 哦 這個是他所說的 他所說的 不是我們說的 純粹是他的意見 他覺得是他殺的 不代表本台和我們兩個的立場 絕對 今天我們怕出不了門 真的出不了 最討厭的是他是一個高聖人 是 錢人 不是現在 為什麼我叫Andy 要過來去談一談這些事情 就是如果聽開陰謀背後 我們有一集說華爾街 為什麼我會叫Andy 會過來呢 其實呢 他之前在我們那一集 即是華爾街那一集 也有說過 他跟高聖的高層都吃過飯 也有說過2015的事情 一些搞到要中國 也要股票市場又倒閉 或者房地產股又有問題 那樣東西 我們先不要說這件事 我有一個興趣想知道 因為現在呢 我先講一些財金技術上的問題 大家清楚 現在市場有很多熱錢流入 是不是 如果有些熱錢的流入 一段很短的時間 我把它抽出來的話 其實沒有那麼完善的 金融體系的國家來說 對他們的貨幣 會不會有很大的衝擊 我意思是說 說白一點就是 他的貨幣會不會一下子 會貶值得很厲害呢 首先他的熱錢流入 他未必一定要短時間抽走 但必須要令到他們的貨幣要升高 所以你之前的人民幣 之前升得很急 留意一下聯署那個說什麼 或者是美國的財政部說什麼 每次都說 你逼他們升值 沒錯 因為他們很多錢流入 我時也是這樣說 因為我早幾集 我陰謀背後都這樣說 中國是聰明的 令到他壓著他 不要升得那麼快 其實是對的 還有人民幣現在不開放在市場上 因為當日開放的話 這班大鱷 就有機會做你的 一定的 不用說 所以我時在想 可能有些聽眾 聽到這個位置覺得 跟陰謀有什麼關係 大家清楚 剛才Andy說的引指 就是2014 原來一班操控家 一班大鱷 就是謝莫 這是William Kay說的 不是我講的 你引述了 你引述了 如果William這樣說的話 我有兩個看法 要不就玩到你們 就借了 金融體系 就完全是 完全是 upside down 或者 會不會有第二個 金融危機 就出來了 你怎麼看 Andy 我覺得未必是一個 upside down 我覺得反而是 剛才 我在節目中也有時候 剛才說過 政府 越來越多 去調查一些案件 例如外匯操控 商品 商品操控外匯操控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問題 最近那些 多了很多 還有現在有些人自殺 都來自這些部門 是的 如果新聞沒有錯的話 其實香港這一宗 其實都是很遠識 當然 33歲 在JPM的辦公室 它是天台 跳了下來 我們用理性的角度去看看 我們撇開財經 或者陰謀 很簡單 如果一個人 做一份工作 這麼大壓力 或者 好像主流媒體說 他收到封 他有機會被解僱 其實 要不需要自殺 這個不導致自殺 是的 你明白 你的命 你33歲 這是我們議事論事 甚至乎 例如第二宗 在1月28日 有個Gabriel 39歲 又是JPM的人 他也是在做VP 在倫敦 但是為什麼 會無緣無故 又在33樓 這個不是33歲 在33樓 他的歐洲總部 即是JPM 在倫敦歐洲總部 就這樣就跳了下來 我會覺得 會不會真的大壓力到這樣 有些人 現在主流媒體在訪問 是的 做投行 很大壓力 又有Batberry給你 又有iPhone給你 一定要有E-mail 一定要回覆 做教師都大壓力 是的 我一關不分 可能我們被人挑戰 教師都是自殺個案 當然 所以這個壓力 當然 這樣介紹的壓力和這些壓力 又是很不同 而且 你一想想 他們賺的錢 都可以 沒錯 我看過的一件事 就是 剛才那三節 我和我兩個拍檔 都有講過 又有香港 倫敦 美國 甚至泰國 泰國 大家清楚 剛才我都講過 一個MD Tata Motor 一個MD 無端端在他住的酒店 在Bangkok Shangari La 又是自殺的 究竟是否真的有些蛛絲馬跡 現在我看了這麼多的資料 就是現在背後有人說 有些幽謀論專家 或者我都覺得 就是現在是說 一個牽涉全球的洗黑錢活動 還有 就是一些Ford Case 什麼Ford Case 就是剛才我們這樣說 就是為什麼引用了 譬如德國 或者中國 中國大陸 想問美國 去拿回黃金 原來是沒有那麼多給他 這些是Ford Case 這些是詐騙案 全球最大的金融詐騙案 還要是美國 還要是美國 你已經扔了那麼多美元 我都覺得 你已經詐騙我 幾十年了 你還連金都詐騙我 真是 還要是大陸是他們的 最大的債權國 有些人就說日本 有些人就說大陸 我不知道 我不是專家 但我看到應該是大陸 公佈數字 公佈數字也是大陸 但他們沒有計算聯儲局 你意思是什麼 還沒計算聯儲局 美國的國債賣給聯儲局 其實債權國 我明白 如果加上聯儲局 有機會 我估計 有機會去日本 也不奇怪 聯儲局 連年都 賣了這麼多東西 很嚴重 很嚴重 我們再拘捕一下 我直接問你 Andy 現在我手上已經有9宗自殺案 當然有些不是JPM 但不是JPM員工也好 也有引起JPM 例如是記者 例如是時事評論員 甚至前高官都有牽涉在內 你怎麼看這麼多自殺事件 聽眾都最喜歡聽 你怎麼分析 在財經界的角度去看 你怎麼看這麼多單 兩個月 我講的是 一月二月 今年 發生了這麼多自殺案 你又怎麼看 其實剛才跟Adam那樣 大家都好像有個圖出現 一個路線圖 大家都可能聽到 好像有個圖 對於內幕操控的一個清算 為什麼一清算出現的時候 金融會有動蕩 當然 你是不是一定要說 告示會倒閉 不知道 但是 人們會避險買了黃金 德國和中國拿回金回來 可能可以分析到一些東西 第二 高盛退縮了想問交易定價的市場 對 最重要的是 大家聽眾聽到Andy剛才這樣說 我跟Andy的看法都一樣 他是已經退出了 這個商品交易市場 在commodity來說 其實你們都知道 高盛無保不落 對 就是可以玩到很大的 commodity 就是在商品交易市場 剛才Andy說得對 正正倒出我們兩個的看法 就是高盛是無保不落地 為什麼不玩呢 喂 有錢賺你不玩 你有沒有搞錯 不是 忍遇到什麼 可能能感受到一些 沒錯 就是我會覺得 會不會commodity 這個feel 有個大動盪呢 今年 又或者反過來說 可能他自己都是莊家 哈哈哈哈 喂 是時候收手 沒錯 當然這個08年金融 那個次王危機 都是他自己 他搞出來 當然他自己搞出來的時候 他自然知道何時收手 沒錯 當然我們外面 後知後覺 對他來說不是 對他來說不是 但如果聽你這樣說的話 14年有這樣的蛛絲馬跡 也是這樣說 我時也是這樣說 都是引用我的金句 無毒有偶 為什麼一直有這麼多的自殺案 這兩個月是真的很多的 是十幾單的 但有些人跟我說 為Adam不是 其實之前已經有的了 但主流媒體沒有報道 對上星期 Alex Jones很高調 在他的網站 InfoWalls 也有說過 就是說 他們都看到 這個絕對 不是一個自殺案 他覺得是被自殺的 有人是想殺他們 滅口 應該這樣說 但第二個看法 我跟Gary 的看法 都是一樣的 就是什麼呢 他利用了這個媒體 告訴金融的人 就是說 不要這樣了 做得 你們要做 但不要那麼密 你明白嗎 殺人不要殺得那麼密 他一定是想滅口 但是不要 你搞到現在主流傳媒 都不斷廣泛報道 你個人看法 Andy 我想問一下 這十幾單的 所謂的自殺案 那麼多投行 不要說那麼多投行 比較特別 JPM JPM這些員工自殺 你覺得他們是否真的自殺 我一向都覺得不是 純粹是我的意見 你答得很輕描淡寫 都不是 一定覺得 我覺得在金融世界裡 這些事情 其實你問我 當然犧牲的生命是可惜 絕對是的 我們不能說 殺了十幾天 可以當我沒有事情 但是 很多壓力 還有很多內幕消息 他們知道了 如果他們 有人出來祭旗 這樣的話 當然他們要面臨一個刑罰 我想減刑 我就要爆料了 沒錯 如果我是那班公司的高層 或者再說高一點 是那班財金家族 我怎麼會被你們爆料 沒錯 那我沒有抓到你們 這是我的直覺的看法 沒錯 我也有這樣看法 因為有時候 他死的那班 記住 他死的那班 可能是某個部份 DVP 還有沒有特別幾個部份 對 有幾個特別 例如有FX trade 例如是一些 集中產業的外匯商品 High Frequency 這些部門 尤其是High Frequency 我覺得最容易 一些人說現在做事沒有以前 那麼猖狂 我覺得現在還猖狂 我不知道 有一次跟朋友分享 跟事做事 我現在做得更加多 沒錯 只不過做那班 是High Level那班 對 只不過現在 你有沒有發現 大家聽眾網友 現在有什麼事 就說賴烏龍手指 都錯了 就是這麼多烏龍手指 不會 不會 OK 我們又拉回一點點 1967年 一個叫Martin Bowman Martin Bowman 是什麼人 就是希特拉的私人秘師 他掌管了希特拉的個人財產 他親自開了一張帳 就給了Dosh Bank 但是他給了Dosh Bank 但是他在Chase Manhattan Bank 去兌現這張支票 換句話 其實你看回 德國那個時候 就是希特拉 跟黃金 跟Dosh Bank 跟阿根廷 都有很大很大的關係 剛才我都說過 阿根廷 有一間Iron Mountain 剛才說過 這間Iron Mountain 正正負責一些Data 剛才Andy也分享過他的看法 就是他的所謂的防火系統 這麼先進 為什麼會故意 這麼簡單地 可以消毀了這麼重要的文件 你不要當別人傻 還有一件事 除了泰國那個Tata Motor的總裁 自殺以外 有一個叫Richard Tolley 之前我在頭三節也有分享過 就是自殺身亡 但是為什麼呢 這個人 他背了很多名字 擁有很多公司 但是全部都是一些 美國房地產的保險生意 你也想像我那件事 是的 你會看到這件事 除了黃金以外 大家可以抽絲剝架去想想 除了是投行的高層以外 還有包括很多保險的人 包括有Toto Motor的總裁 有些人都會問 關Toto Motor的總裁什麼事 在我資料顯示 原來Toto Motor 原來這傢伙在死之前 即是他老婆說出來 是去一個泰國的基金 去做一個博士聚會 但去博士聚會 之前 又是無端端自殺死了 無端端自殺 這個我真的想像不到 無端端自殺 無端端自殺 他老公是沒有先兆 是要尋死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剛才我說過 Richard Tolle 57歲 他有很多生意 但全部生意都是關於保險 亦是無端端 這個更好笑 Toto Motor 他知道怎樣死 你知道 這個真是匪夷所思 你知道 裝修 打釘槍的槍 警方說 他自己用打釘槍 打了七下 你自己想想 就自殺死了 痛死了 你覺得對 你自殺會不會用打釘的器槍 你知道裝修那隻 打牆 打木板 打了七下死 為什麼一下死 再死 還不死 這是笑話 他就說這樣而自殺 我們精明的聽眾 我聽到我跟Andy這樣說 我想你們現在這一刻 都在笑 作過如今也不要作得那麼荒誕 其實是很離譜 你明白嗎 覺得那些人 傻 為什麼呢 我們為什麼會做一個 bonus track 給大家 因為我想再去告訴大家 以Andy的角度 甚至乎我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 就是說 其實在201415年的時間 第五季第一集 請了共濟會的會員 都說過 他說去留意2015的世界大事 譬如在華爾街那集 我邀請了Andy來做我們的嘉賓 那時候 Andy也有說 他跟投行的高層 吃了飯 他也有說過很多不為人知的事情 也有說過2015年 這班這樣的大投行 即不說是JPM 可能是很多的大投行 已經釘實了中國市場 令到要中國的市場 去叫做大兜亂 倒塌 或者跌 那些股市 那其實 現在看回 你覺不覺得 Andy 這件事 會是越來越近 可能不是2015發生 有機會2014發生 你這樣說 我一向都覺得 即是我 我記得 未必是一定2015 可能2014或者2016 總之是意料之外 意料之外 即是我們現在 那個售釋就是 2015有事發生 是 2015有事發生 但有機會 可能做一年 可能遲一年 這樣知道我不會2015 即是加減1 即是1415我16 你被人罵我們 因為不要緊 這是我的看法是不會罵你的 再加上你那集 禁制會的會議都說2015 那他講應該會 社交比較大一點 我講的當然我也是猜的 沒錯 還有你說 也有提及到中國的市場 我覺得股市不會大震盪 為什麼呢 他不可以再沽空下去 因為你沽空現在是什麼 股市上 沒錯 我不是沽下來我不是有錢 沒錯 但我對於沽空中國A股 基本上是困難的 OK 為什麼困難 我覺得是上面 我用上面 大家都明白我這樣 是抗衡這樣 我明白 所以你會見到 一點點提外 一穿二千年就禮必上去 有支持 一定有支持 因為中間一定要托著他 沒錯 因為他再被沽下去 他不會讓他這樣做 但是會不會因為 所以就搞他的經濟 我明白我明白 搞不到你的股票 搞不到你的股票 股市 搞你的經濟 人民幣會比較困難些 人民幣相對來說 因為他又沒有延續開放 他又不能動 但會不會因為中國的外匯儲備 又是強勁 所以又令到他們搞不到他 這也是一個原因 相對來說 不會那麼容易應付 沒錯 而且坦白說 你搞了他的錢 誰還不幫你買國債 不是 沒有債主 沒有債主 所以大家一起死 所以我有時都覺得 有時都覺得 要搞死中國 我覺得還未至於去到這樣 但有時又不想你死 但又不想見得太好 但我想問你 一邊一點的問題 美國人或美國的財技的心態 就是 我明知死了 但我也不會我先死 我會令你先死 這個一向是美國的核心格陣 對 我差 你不要緊 你比我差 這個大家要明白 當你知道美國的核心思想 你就知道為何他做這麼多經濟 政治的事情 各位聽眾 真的要記住 這個真的是事實 他是死的 我們不是只看某一兩個個案子 或者十個八個案子 自殺個案子 當然 而令到被人覺得 這間公司有問題 但我們不是馬後炮 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聽回我們陰謀背後的華爾街那一集 Andy做我們嘉賓那集 其實我們兩個都有說過這件事 只不過是引證 究竟現在美國在做什麼 我時也是這樣說 陰謀論存在就是因為有什麼 有利益 當然 沒有利益的話是沒有陰謀論的 我覺得 這些利益就是正正財金 或者所謂的金融界 就是一些很直接的利益 你損害我的利益 我就要你死 就像剛才Andy的引用 Andy剛才說一句 上面那群人 例如Ruth Charles也好 或者Rockefella那群人也好 例如在後面操耗某些金融市場 他知道你知道一些秘密的話 他容不容許你爆出來 沒有可能的事 你以為這麼多的斯洛登嗎 當然 所以沒有問題 他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被自殺 因為真的沒有辦法 始終這個金融體系 他們有他的計劃 你不可以說一個兩個人 去搞祸你的當態 當然 絕對 還有我想帶出一個消息 就是什麼 其實 這麼多個自殺事件 很多人就說 哎呀 因為他們實在太過大壓力了 承受不了 所以死 我跟Andy的看法都是一樣 哪有這麼大壓力 帶到自己會死的 你想想大家 有什麼不重要過自己的命 絕對 對 一個大壓力就會死 而且不會接完年三代五 我不覺得 你說有一兩個 我都可以這樣說 沒錯 但你的計劃是十幾十個 還要是騙報全世界 還有那間 還是那間投行 現在是 我不知道現在的比例去到哪 因為在做之前是比較少 可能六至七個左右 但有一半是最騙報警 現在到現在十幾二十個 我不知道比例去到哪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很奇怪地 在這兩個月 就是2014的1月和2014的2月 這兩個月分別這麼多的 所謂的自殺案 我都說 連很多的陰謀論的網站 甚至Alex Jones 在InfoWalls 他自己的節目都說了出來 這個肯定 他自己都有說過 他說這個他不相信是一個自殺案 他很肯定是被殺的 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 再加上前高盛的William K 亦都說到不會是自殺的 這些這麼有份量的人 我們說你可以不相信 但是這麼有份量 還要是在JPM做過 即是前高層 可以這樣說 他都有這樣說過 大家去思考一下 這個問題 沒錯 沒錯 再補答一點點 你看看Bitcoin 電子貨幣 這三個月跌到這樣 黃金 他剛剛跟他相反 黃金升了三個月 Bitcoin跌了三個月 還有你看看之前的news 那個直線插了下去 直插谷底 然後又上去 這些還不是裡面的 我覺得是一些 直接說說 有錢也不出奇 不出奇 我在Facebook都有說 這件事是會牽涉到全球的洗黑錢案 我想應該是最大型的洗黑錢案 以及一些fraud case 一些詐騙案 最吊鬼就是 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幾禁止必說 唯獨是美國 沒錯 美國不是禁止 比較開放態度 白人哈說 據說他對於虛擬貨幣 是全開放態度 沒錯 其實也試了一次 我經常都說 這句話已經足夠了 看一下 我們這個bonus 有幾句可以框出來 如白人哈說的那句話 William Cates 說的 2014是操控者的一年 哇 這些東西真是 很爆 所以這個bonus track 我想大家也不需要再花多30分鐘 我想我們的聽眾 不會介意再花多30分鐘 去聽第四部分 但這第四部分 你聽完之後 你會覺得有得著 OK 你說得有點風水師 我不是 風水老家 你十年八年 但我們會講的事實給大家聽 OK 今集 不要說今集 你做了一節 今集真是多謝 Andy 參與我們的bonus track 去告訴大家 究竟財金界 或者金融界 這些黑幕 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想大家都清楚 金融的東西 最簡單的就是 Demand Supply 的 theory 但你如何把它融匯貫通 去做出很大的大氣 這個 可能你們未必會知道 但你聽完今集 或者聽完這一節 這個bonus track 你們會知道 原來金融界 是這麼多黑幕的 我經常都說 有些人會害怕 會怕 我會覺得不需要 我的話 我聽到 應該是與危機和泡沫共存 有些人會說 有些事情會爆破 這是經濟周期 所有事情都是 由開始 泡沫 上升 爆 再上升 這是一個自然規律 我們不可以 因為迴避這件事 我們不害怕 用平常心去看 但始終我們都要看 究竟裡面有多少的音樂 我們會更容易去心態上 或者如何應付這些事情 當日有些事情發生 不要覺得好像美國人 美國人一向都很蠻蠻 美國市民 我不覺得他們是聰明的 我也覺得 OK 再一次多謝Andy 多謝各位聽眾收聽 我希望第四部分 你們會喜歡 我們這一個 這麼大的投行的陰謀 這個真是舉世陰謀 大家想一想 你們知道多些 究竟這是什麼 一個環球的洗黑錢計劃 和一個環球的詐騙 一個局 你只看聯絕那些貨物政策 就知道 其實是一個局 說真的 沒錯 OK 多謝大家收聽 我們下星期三 繼續陰謀背後 下星期見 謝謝 拜拜 拜拜 充滿陰謀和計劃的這個世界 現在 讓我們和你揭露 陰謀背後 下星期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